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歐戰精選數據說你知 上週五大聯賽多場激節上演員 奏中歐戰賽場又再戰展開激烈的爭奪 在4月27日星期三凌晨3點 曼城主場對著王家馬德里 在2012-13賽季至今 曼城與王馬在歐冠中有過6次碰面 前4次對陣中,王馬少佔先擊 錄得兩勝兩和的不敗戰績 隨著哥迪奧拿執起曼城執教 加上曼城陣容越發強大 上方最近兩次交手曼城昆爾2比1取勝 兩隊最近4次在淘泰賽相遇 曼城戰績為兩勝一和一虎 戰績佔據順風 王家馬德里最近6次黑場對陣英格蘭球隊 王馬只取得一場勝利 剩下的5場戰績為兩和三虎 不過,王馬這次勝利正是 不久之前在黑場3比1擊敗車路士 值得一提的是,歐冠聯歷史上還從來都沒有球隊 能在單賽季淘泰賽中在黑場面對英格蘭球隊時獲勝兩次 而曼城自從2018-2019賽季歐冠聯分組賽首輪1比2不敵里昂後 曼城在最近19場歐冠聯主場比賽中取得17勝兩和的不敗戰績 此外,曼城最近8場歐冠聯淘泰賽主場比賽贏了7場 近11場贏了8場 戰果預測 曼城以2比1贏王家馬德里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給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,Bye Bye!